现在问题是这个样子的 数据库中呢有条数据是这个样子 Utername对于Alex 然后tag等于他 我想知道这个tag有多少 个对吧 我们可以把这条数据呢存到我们的数据库里面去 那比如说我们找个数据库 db.tr.insert 我们就存到t2里面去对吧 然后我们db.tr.find 结果就是这个样子对吧 我们现在要找这条数据他的tags有几个该怎么找呢 首先我们是不是得匹配到这条数据啊 不然的话肯定是不行的 db.tr.aggregate 匹配到这条数据怎么匹配呢 是不是Dunner March啊 Dunner March该怎么操作呢 就是这个地方的 user name对不对 Alex Alex 对不对 匹配到这个数据了 之后呢还要获取这个数据的长度 我们是不是要按照tags进行拆分呀 那就是Dollar on win的对不对 Dollar on win的 什么呢 是不是就是 Dollar tax呀 拆分之后的效果是什么样子 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了 写了个错误 A1是大写的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就是这个样子对不对 然后现在我们知道 一数一下好像有三条 但这个三的我们得 通过程序去获取 怎么办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Dollar group呀 Dollar group怎么用来的这个地方 -id写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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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什么 是不是none 按照空进行分组是不是统计它所有的结果呀 是不是 统计全部的对不对 不让任何东西进行分组 然后呢我们Dollar sum 我们取个sum 然后就是Dollar sum1是不是就好了呀 但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 这是我们前次统计的一个结果 我们把这个结果呢 交给Dollar group去使用 那他用的时候 我们id写成none 是不是统计它全部呀 那当时有同学讲 我们可以把 id写成username 当然也是可以的 对不对 只是没有必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前面的这个地方呢 我们已经匹蔽到的 username 对于Alex了 对不对 所以没有必要在这里再写 因为它就是全部的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sum等于3 对不对 是不是统计出来了呀 然后呢结果一共是三个 这是关于这个地方 我们用的是Dollar onwind的使用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Dollar onwind的还有另外一点需要注意的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在我们的T3里面 我们有这样一条数据 db.t3 .find T3 T3没了对吧 那么重新插一遍啊 我们有这样一条数据 我们把它插到我们的 数据空中边去 这个数据呢 我们把它改成T4 我们就把T3 drop掉 db.t3 .drop 重新插进去 然后呢我们db.t3.find 是不是就这个样子呀 然后呢如果说我们按这个size 进行拆分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现象 db.t3 .aggregate 然后呢我们这个地方写上什么呢 Dollar onwind的 然后对应的size对吧 当然size 大家看一下这个结果 有三个ID等于1的 有一个ID等于3的 ID等于2的 ID等于4的 ID等于5的 是不是就没了呀 为什么没了呢 因为对应的这三个地方的数据size呢 有缺失是不是 这个size是空的 这个size没有 这个size是浪 所以当我们按照setting拆分的时候呢 他们这三个地方呢 自动的就相当于是 没有保留住 然后直接把他们认为是一个异常值 然后呢把它给去取消掉了 所以在我们这种结果里面呢 是看不到ID等于2 45的这三个字段的值 对不对 那很多时候 这明显的就是我们相当于是吧 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什么事情呢 这个地方的明明数据 虽然说size没有 但是那item也有呀 对不对 或者ID是有的 这个时候我们还想保留着整个一条数据 我们不希望这条数据呢 被删除掉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我们就需要签下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呢 叫做perceive none anamplied arrays 保留lun和空的array 明白吗 保留lun和空的array 现在这样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放到哪呢 这个参数呢 要放到unwind里面去 那么这个时候呢 unwind的呢 相当于不再是之前的样子 之前我们直接unwind的后面写上字段名 对不对 那现在呢 我们由于要加这样一个参数 那么就需要把它找到一个字典的形式 那字典的时候呢 我们首先得明白 我们既然是用unwind的 那对应的就是 按照哪个字段进行拆分 对不对 所以我们需要填一个pass 这样一个键 然后它对应的就是我们要拆分那个字段 然后后面这个perceive none perceive none anamplied arrays这个字段呢 对应的就是我们 对应的就是我们为了防止数据丢失 需要填典的这样一个参数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来做一下这个事情 那比如说db.t3.aggregate 还是之前的donaldunwind的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写个字典 然后进行pass pass现在还是dollar size 那么看一下这个效果 其实和之前一样的 对不对 那为了防止数据丢失呢 我们还要添加这样一个键 这个键呢非常长 大家没有必要记着 忘了的时候呢 我们去看一下文档 文档上面肯定是有的 但是大家需要知道的是 它有这样一个键 能够保证什么呢 数据不会丢失 然后我们只需要把它改成处就好了 true perceive none anamplied arrays 我们来看一下 当天下这样一个键之后呢 对比前面的效果 是不是这个2 这个2 45是不是就有了呀 虽然245呢 它是有缺失的 但是这个地方在天哪 245呢 仍然是保留在上面 特别是5 它size虽然是n值 对不对 但是仍然是有的 那么2呢 它是空值 但它也是有的 那么4呢 压根就没有size 但它也是保存在这个地方 这就是perceive none anamplied arrays 的这样一个效果 然后呢 这是刚刚给大家讲的 是这样一个 我们的聚合操作里面 其他一些管道服的应用 那么在整个 在整个聚合操作里面呢 其实大家可以发现 用的最多的还是什么呀 还是我们的group project 以及march 这三个操作 其他操作呢 可能偶尔我们会用一下 所以在这里面的重点 仍然是group 这group分有两种情况 这种情况呢 我们按照特定的字段 进行分组 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呢 就是group by none 我们不按照任何字段 进行分组 我们要统计整个文档的时候呢 id这个地方写文档就好了 然后march呢 就是匹配 满足某些条件的数据 做后面的处理 那么project呢 就可以帮助我们修改 输入输出数据的格式 对吧 这是三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那么下节课的时候呢 我们